18匹馬 只要入整這隻飛無區 入了今屆的安田紀念賽 國際一級賽 18匹馬上漲的場合 隨時起步 一起步的時候出得很齊 前面快一點的宇宙感應 國際高球都快 埋欄那邊天狗都出得很快 然後中間有榮進神區 外當有多魯河也不慢 埋欄那邊還有禮貌周道 然後中間這隻瑞士明鏢跟前跑 外當有實際影響 後一疊的馬才見到大賽波士 接著的馬才見到飛無區 也在外當不會太後 後一點位置下威而了 然後那疊的馬才見到感受前程 強勁回報 接著的馬才見到外面的笑臉傑黑 正在海日子留得比較後 尾四左右,尾四、尾五左右 在後面的馬還有 感受前程、五花馬 這些馬是比較後 在尾還有玫瑰帝國 還有這隻笑臉傑黑比較後 差不多轉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 這時候就是這隻國際高球 帶出了些 這隻實際影響抱著第二 貼欄第三部分 還是這隻的榮進神區 天狗抄出去外當的第四碟 不敢留太後 後一點的馬還有禮貌周道 然後還有瑞士明鏢 扔出去外當上的馬 還有精彩日子、夏威而了那些馬 差不多進去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帶頭實際影響 這隻的國際高球 外當上來的馬 做有就是這隻的榮進神區 後面內當攝上來 就是禮貌周道 外面上來的馬就是天狗 帶外當是大賽波士 和強勁回報 去到最200多米的時候 前面還實際影響多數 但是大賽波士 和強勁回報 這對馬衝衝得很厲害 中間在捱 還是這隻的宇宙感應 但是前面的強勁回報 鬥出了就贏了 那時候第一名是強勁回報 第二名是這隻的大賽波士 第三名看來還是宇宙感應 結果四號的強勁回報 是今屆國際一級賽 安田紀念賽的冠軍 第二名是大賽波士 是三號馬 第三名是八號的宇宙感應 第四名是整堆馬 看看哪一趟已經想跑到第四 四號的強勁回報 不愧為當地看好的馬 是熱門馬 對 第二大熱來的 這隻的強勁回報 大賽波士最近跑得一般 一分三十一秒三 似乎是紀錄時間 有可能是這項賽事的紀錄時間 一分三十一秒三 真的很快 我們看看最後的百多米 外檔掌上來強勁回報 肯定壓過大賽波士 第三名就是這隻的宇宙感應 第四名是一號的感受前程 四三八一 第五名是要的禮貌周到 再看看拍照的情況 強勁回報跑第一名 第二名三號的大賽波士 第三名是宇宙感應還捱到 看來前面搶得很快 第四名就是一號感受前程 而第五名就是要的禮貌周到 第六名還是實際影響 天狗跑第十一名 爭取日子更失望 結果日本的代表馬包辦前四名 四號的強勁回報 上年跑了第二 今次就贏了 真是福永有一個氣勢沒法黨 已經4分了 是的 紀錄時間 我們收到當地的訊號 應該是1分31秒3 是當地東京競馬場這項賽事的紀錄時間 前面看來搶得很快 因為天狗跟進來是沒有了 天狗是跟前跑的那一匹 沒有想過這麼快的步速 想著他也應該有些步速 但沒有那麼快 連破了這個紀錄 真厲害 快四線 之前這項賽事紀錄是1分31秒7 福永有1 贏馬 還有幾匹的實力馬 天狗之外 瑞士名錶跟前左回來 倒是沒有了 實際影響也是沒有了 那就益了後上馬 你前面拉得快的時候 真的益了後面的後上馬 那如果在當地算是熱滿馬取勝 這次強勁回報 是呀 第二大熱 那今天福永有1 即Barbara計算了這場是4勝 是呀 守風非常順 今天她的日子 不愧為日本的 現在排名榜上 進占第一位的騎士 是呀 她是領著岩田康城的 其實跑2、3名的馬 最近都 宇宙感應就跑回自己 因為她是很難贏的馬 大賽波斯沉了一段時間 比較特別 大賽波斯的水準不錯 近來很一般的成績 還有這些馬 你記得嗎 宇宙也不行 是呀 我記得她去過英國 去過一級賽 聖之武士皇宮 我記得那場是范高爾 是她跑尾尾 不要迫近范高爾 第三、四名她都沒有 可能是這樣想 她出外就不太行 但其實連馬斯派她去外地 都覺得她有一定的實力 好了 暫定的賽果 我們都看到了 跑第一名是四號馬 強勁回報 跑第一名是三號馬 大賽波斯 第三名是八號馬 宇宙感應 第四名是一號馬 感受前程 四三八一 就是這場賽事的暫定賽果 福永有一 就捧走今屆的安田紀念了 不過始終東京勁馬場 帶頭都挺難的 真的挺難的